联电荣誉董事长曹新成 珍藏19年的青乾隆料胎法郎 奉五亩丹包袱品 8号在苏富比丘拍上 以2.07亿港元的天价成交 市场估算追比交易 让曹新成大赚1.83亿港元 相当于7.28亿台币 要收藏 联电荣誉董事长曹新成收藏的北宋汝瑶 上周拍出破11亿台币的天价 刷新瓷器的拍卖记录 下个月曹新成还会拿出 明代宫廷瓷器来拍卖 市场估计将再创下天价 8月28日 香港苏富比2019年秋季拍卖 传媒预览在港举行 本季领衔拍品为 清代乾隆年间的 廖胎皇帝化 法郎凤五亩丹包袱品 堪称私人收藏 清代宫廷艺术品中的 至宝至真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徐杰 很高兴东城的常有们对于那个本人的爱护 以及作品的喜爱 大概是在那个2019年的时候 有看到好几只新闻 是在那个舒复比秋拍展出 有件廖胎法郎包袱瓶的展牌 廖胎法郎彩呢 是在那个清康熙雍正乾隆 三朝著名的鲜少稀有的宫廷御用品 历经三朝皇帝百余年来 超致的成品也不过是两百余件 可见是极其珍贵的 所以景泽镇的这些老师 都是不太愿意碰这个廖胎法郎 但是呢 经过这几年的不计成本 不计时间 这两年呢 对这个廖胎法郎的研究 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成果 陆陆续续的烧制 比较成熟比较好的作品 也烧出了几件那个大型的精品 有机会的话呢 也希望推荐给东森的各位常理们 谢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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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